比如说化学变化就是一个有产生新物质的变化 我可以透过一些状况一些现象知道我确定有新物质 比如说沉淀 原来是左边的液体右边的液体没有固体 倒在一起之后却发生了沉淀 我就知道有新物质生成 这个实验我们在国二上的时候就学过了 二氧化干通入沉浸石灰水产生什么东西 什么颜色白色很好白色浑浊白色沉淀 没有沉淀什么东西 泛酸干 下面这个是我们在国二下学期学的 做那个温度与反应速率关系的时候的实验 流带硫酸钠加锡胺酸产生什么颜色什么沉淀 黄色的流沉淀 也很好 所以本来没有沉淀变成产生沉淀 我就确定有新物质发生 就是证明有新物质我知道产生了化学变化 或者有泡泡 有泡泡的沉淀 泡酸钠这也算是国二上学生最后交周期表的时候跟你讲过一个柬埔族的重要性质的时候学的 碳酸钠加锡胺酸钠产生什么颜色和什么沉淀 我们讲过国中的沉淀 我们讲过国中的沉淀几乎都是什么颜色 几乎都是白色 白色是什么 碳酸钠 碳酸钠 在当初在教的时候是我们在教周期表的时候说 柬埔族的什么跟什么会沉淀 两种颜类 那两种还记得吗 碳酸钠 这也是这些个盐 碳酸还是什么盐 碳酸盐吗 还是什么盐 记得吗 不记得 不记得 硫酸盐 硫酸钠 减骨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沉淀 皮美钙叫做减骨族 所以碳酸骨碳酸钙硫酸钙硫酸钙硫酸钙会沉淀 碳酸钙硫酸钙硫酸钙硫酸钙 本来没有固体本来没有沉淀 倒在一起就发生了沉淀 发生了沉淀 就表示它有化学反应发生 它会产生化学变化 这就是我们确定有新物质发生 刚刚讲的除了这个沉淀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有泡泡 本来是没泡泡的变成有泡泡 那我就知道有化学反应发生 这也是刚才博二上学期就学过的 跟那个什么二氧化碳通风沉淀水 有关系的反应 很可关系的反应 OK 看酸钙加血酸钙是什么东西 什么气体 很重要 什么气体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这个很简单 双氧水分解成什么 氧气 我们在会考的时候 常常会考一些化学反应方程式 会考会考的化学方程式都很简单 什么氢加氧变成水 或者是双氧水分解成氧跟水 都是很简单的反应 再来就是我们讲的酸的通性 酸的通性 刚刚你背的 活性大的金属加氏酸 产生什么 气 产生什么气 氢气 很好 氢气 当初有背两个 余的就是这个 叫活性大的金属加氏酸 你听到的是什么 刚刚就是第一个反应 碳酸盐 碳酸盐 碳酸盐加氏酸 盐酸 碳酸盐加氏酸 要产生二氧化碳 碳酸盐加氏酸盐 就是当初在学酸的时候 要你背的酸的通性 两个 让你记下来 OK 好 没有固体沉淀 产生固体沉淀 表示有心物质生成 有化学变化 本来没有气体 后来生成气体 所以证明有心物质生成 表示有化学变化 就是我们判断有化学变化的两个方式 OK